苗栗县通宵渔港 渔获年产量大约428公吨 针对作业空间不足 县政府目前正在新建渔具整补厂 此外面对东北季风 台风期间造成的大浪冲击 影响渔船作业 县政府900多万 规划增设小波快 以降低冲击 通宵渔港是苗栗县重要的渔港之一 而在太阳何许之下 平日就可以感受到港区内的风浪 何况是东北季风或者是台风天 风浪之大可想而知 风浪影响船只出航 需确保作业安全 涉及通宵渔港的渔船 有159艘 数量全线最多 总拨地面积5.2公顷 针对常年缺乏足够的渔具仓库 县政府7月份开工新建整补厂 足部增设港区内的相关设施 通宵渔港的这个 东侧移居整部厂的一个工程 那天已经办理一个开工典礼 那目前已经开始要准备来施作 那我想在整个在这个另外 当然也非常感谢这个 农业部业组的一个经费的补助 那个这个2100万 那我们自己自投赔900万 好像3000万的一个经费 另外为防止东北季风 台风期间大浪直接冲击 停靠博取内的渔船 造成渔民财产损失 县政府自筹970万元 规划在港嘴处增设小拨块减浪设施 经过渔会跟渔民的一个反应 就是在我们这一个 这个通宵渔港的这个港嘴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因为受到东北季风 或者台风影响 那这会造成我们遗传的 这个停泊的地方的一个浪 会我们要减缓 所以这个部门现场也非常的一个 听到移民的一个声音 那这个也部门也变了 我们自己也变了970万的减的经费 目前来做一个这个 消波块的一个播放 这个目前已经来做一个规划设计 县政府全额自筹工程款 目前正在进行设计作业 未来完工后将可提升船只停泊避风 港区作业安全